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历了什么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隋朝太子 费力风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隋朝的皇太子制度 上一集我们讲到阳间长期生活在政治恐惧当中 又是通过仓促的政变侥幸上台的 所以严重缺乏安全感 多疑猜忌 这种心理疾病啊 严重影响了隋朝政治 他在阳间身上的表现 一方面是猜忌防范乃至杀戮大臣 另外一方面则是后代自己的儿子们 树立藩政来拱卫皇权 杨间篡夺了北州的江山 在篡卫过程当中啊 他得出一个经验教训 那就是北州的迅速灭亡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宗室力量薄弱 关键时刻啊 没有力量出来保卫皇权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江山 落入异性人的手里 杨间从中吸取教训 认为上正父子兵 打断骨头连着筋 血缘关系啊 是最靠得住的 一旦到了危急时刻 皇帝还是离不开宗室诸王来 镇压叛乱保卫自己 所以杨间一登基就大封杨姓诸王 而且给予关系清静的子侄啊 实权让他们出正一方 其中杨间重点栽培 基于厚望的就是自己的敌长子杨勇 杨勇就是隋文帝杨间和正齐独孤家罗生的第一个儿子 杨坚十四日宣布登基的 三天以后也就是十七日就册封杨勇为皇太子 凡是军国大政杨坚都让杨勇参与决策 有些事情啊 杨坚干脆就让大臣们禀报太子处理 可见杨勇这个皇太子啊 是握有十权的 而他当时还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册封杨勇为皇太子的几天以后啊 杨坚又册封了其他的四个儿子为王 第二个儿子杨广为晋王 三子杨郡为秦王 四子杨秀为岳王 五子杨亮为汉王 封王完毕 杨坚啊没有让儿子们都歇着 而是给他们配置了驻守幕僚 安排他们镇守地方 晋王杨广曾任兵州总管 扬州总管 秦王杨郡历任秦州总管 扬州总管 兵州总管 岳王杨秀任职义州总管 在工作实践当中啊 这些小皇子们啊都经受了历练垂打 最小的汉王杨亮因为当时才六岁 实在是不能独挡一面 所以开始并没有给他压担子 等到杨亮十几岁后 杨坚还是让杨亮出镇太原 去抵徒突厥 杨坚的卢役算盘是啊 我给儿子们军政大权 给他们啊兵马粮草 给他们啊配备官员 创造条件好好地锻炼他们 等他们都塑造成才以后呢 可以保卫我这个父皇 让杨家的江山天下永固 我们得承认杨坚的想法是好的 他在培养儿子这件事情上 花费了不少的心思 有意思的是啊 杨坚的五个儿子 都是他和独孤皇后生的 独孤家罗十四岁嫁给杨坚 夫妻两个人感情非常好 在隋朝建立之前 生了上述五个儿子 杨坚就发誓 事无一生之子 也就是说啊 他不和其他女人再生育儿子 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登基以后 杨坚没有和其他嫔妃生育任何儿子 对于这一点 杨坚本人是很自豪的 他乐观地估计啊 之前朝代皇室内部 兄弟真卫 同是超哥的悲剧 不会在自己的家里重演 杨坚的美好愿望 能够实现吗 他那五个同父同母的儿子 就真的不会重演 之前骨肉相残的悲剧吗 杨坚坚信自己五个同父同母的儿子 不会出现同事操割骨肉相残的悲剧 所以他对五个儿子都为以重任 以培养他们的政治素质和能力 而他重点栽培 寄予厚望的就是他的大儿子杨勇 那么杨勇又表现得怎样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隋朝太子费力风云 第二节 林袍者杨勇 在这五个儿子当中 杨坚一开始就明确 无误地确立长子杨勇为自己的接班人 重点培养 他之所以早遭地撤分太子 是由于内心的不安全感在作祟 想通过早立太子来确定新王朝的根基 太子制度中国自古有之 太子也叫储君 一个储字说明了他的特殊地位 随时准备着接班掌权 朝野把太子看作是国之根本 王朝之机 一个朝代如果没有太子 接班人就没有着落 君臣的心理都没有底 大家担心会有其他人 觊遇皇位 会有奸人作祟 祸患恒生 有了太子呢 就可以断了他人的歪思邪念 所以 不管在位皇帝的年纪大小 都会册分 敌长子为太子 如果没有敌子 就从数字当中挑选太子 这其中既有古代人家族宗法观念的影响 也有现实政治方面的考虑 皇太子杨勇不仅是杨坚的敌长子 而且在客观上也品行不错 具备了一个太子的基本素质 杨勇是容貌俊美 身性好学 写的一首好词 填的一首好付 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学士在身边 而且杨勇贵为太子 却个性宽厚 言行温和 最难能可贵的是 他是性情率真 说话办事直接 为人不 娇柔造作 没有架子 平易尽人 就做人而言 杨勇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 杨勇从开皇元年 一直到开皇十年左右 皇太子地位都非常稳固 在这十年时间里 杨勇和父皇杨坚 母后独孤家罗的关系很融洽 没有产生矛盾 同时 杨勇还获得了一大批大臣的支持 其中就包括了诸多的政坛重量级人物 太子杨勇最强大的政治盟友 就是当朝宰相高炯 高炯这个人不仅有才 而且和杨家的关系非常密切 高炯的父亲曾经是独孤皇后的父亲 独孤姓的幕僚 后来独孤姓在政治斗争中 失败被杀 家属流放他乡 高炯依然和独孤家族保持联系 独孤皇后因为双方的父亲 这么一层关系和高炯往来密切 杨坚政变上台掌权后 调高炯来协助自己 当时高炯说了一句话 让杨坚感动得是一塌糊涂 可以说 这句话进一步加深了 高炯和杨家的联系 奠定了高炯日后二十年的荣华富贵 高炯当时接到杨坚的邀请以后 欣然说 愿受驱驰 纵令公事不成 炯亦不辞灭族 当时杨坚的地位还很不稳 前途不明朗 高炯却把自己和杨坚 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甚至做好了灭族的打算 要协助杨坚 从此 高炯成了杨坚的某主和心腹 杨坚登基前 高炯是他的某主 杨坚登基后 从开皇元年至十九年 除了短暂几个月外 高炯一直担任上书佐普业 是杨坚的宰相 在整整二十年里 高炯门生故旧遍布朝野 权倾一时 而他坚决支持太子杨勇 还让自己的儿子高炯仁 娶了杨勇的女儿为妻 当朝宰相 公开把自己和太子 绑定在一起 高调地支持太子 隋文帝 杨坚 和独孤皇后 是一方 宰相高炯 是第二方 太子杨勇 是第三方 他们这三方的关系 在这十年当中 是非常融洽 相互支持 因此杨勇的太子位 也就非常的稳固 几乎是不可撼动 有父母的支持 有宰相高炯的拥戴 杨勇的地位 显得坚不可摧 那么他们这种 坚固的三角关系 难道就那么 没有一点瑕疵 杨勇的太子之位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开始动摇的呢 历史学者张诚 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隋朝太子费力风云 第二集 林袍者杨勇 还真有那么一点 不太和谐的地方 那就是啊 在对待物质享受方面 隋文帝杨坚 和皇太子杨勇 存在矛盾 杨勇是开国之君 深知自古帝王 未有好奢侈而能长久者 他提倡节俭 但是杨勇不一样 他从小就生活在 锦衣玉石当中 没有过过苦日子 在他价值观开始定型的 十来岁的时候 他就是皇太子了 一切吃穿用度 都是最好的 那些伺候皇太子的官员们啊 都巴不得把天底下 最好的东西 供应给太子 所以杨勇并不觉得 锦衣玉石 歌舞升平的生活 有什么不对 话又说回来 你逼着杨勇去过 粗茶淡饭 麻布衣服的生活 他也不会过 因为他压根就没见过 这样的生活 杨勇把儿子的生活啊 看在眼里 心里是不满意的 终于有一天 杨勇把太子杨勇叫了过来 很严肃地给太子啊 义苦思甜 他讲了很多 诸如物力维艰 勤俭持家之类的话 杨勇呢 听在耳朵里 心里大不以为难 回去以后啊 该怎么过日子 还是怎么过日子 也许 杨勇回到东宫以后呢 把一百人的乐队 裁剪到了八十人 把平时喝的西域美酒 换成了长安本地产的家酿 这在杨勇看起来 就已经是非常简朴了 但是在杨勇看来 还是很奢侈 很浪费 在物质生活方面 杨勇对太子是不满意的 但是 这个不满意 远远不足以动摇杨勇的太子地位 杨勇更大的危险 来自于他的母后 独孤家罗 之前我们说过 隋文帝杨勇和独孤皇后 结婚几十年 夫妻关系非常好 独孤皇后啊 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 杨勇是既宠她 又有点害怕她 隋书记载杨勇对此事 相顾欣兰 唯妇言适用 对独孤皇后的意见啊 几乎是言听即从 宫中并称 隋文帝杨勇和独孤皇后 为二圣 独孤皇后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那就是嫉妒心特别强 杨勇当了皇帝以后啊 独孤皇后都不允许 丈夫接触其他的妃嫔 所以杨勇的那些后宫啊 都是摆设而已 有一次独孤皇后生病了 没有陪同丈夫 杨勇呢 就在仁寿宫 发现了一个美貌的宫女 是醉成 玉池炯的孙女 伐墨在宫中为奴婢 杨勇很喜欢 玉池姑娘 就灵性了她 独孤皇后知道消息后啊 等杨勇上朝的时候 活活地把这位姑娘给打死了 杨勇知道后精神大受刺激 跳上一匹马就玩 离家出走 杨勇啊 跑出宫门 也不走大路 颠颠撞撞地跑出了几十里路 尚书 左朴叶 高炯 又朴叶 杨素等人追上她 拉住马 苦苦劝戒 杨勇叹息道 武贵为天子 而不得自由 皇后啊 管得太死了 我这个人虽然是天子 可是一点自由都没有 据说啊 汉语当中的自由这个词 出处就在这里 独孤皇后的嫉妒心啊 还从宫中的生活 泛滥到朝堂上来 她凡是看到诸位 王爷 大臣 谁家有妾怀孕的 肯定要劝杨勇 把他们降级 罢官 偏偏啊 独孤皇后的大儿子 太子杨勇 是一个三妻四妾的人 杨勇和独孤皇后 为杨勇 迎娶了戏出名门的 袁氏为太子妃 但是呢 杨勇和袁氏的感情并不好 杨勇特别宠爱的 云昭逊 他对待云昭逊的礼遇啊 超过了正妻 袁氏 杨勇和云昭逊 生下了隋文帝杨勇的 皇长孙杨衍 杨勇虽然觉得 这似乎有些不妥 但还是分杨勇为常宁王 可是在独孤皇后看来 自己的长孙 竟然是一个侍妾所生 他就接受不了 进而讨厌起了杨勇这个儿子 开皇十一年 常年失宠的太子妃原氏 郁郁而终 她的死啊 属于是暴病而亡 第一天传出消息来说 太子妃有心急 第二天就病逝了 独孤皇后呢 就怀疑其中有阴谋 为此痛骂了杨勇一顿 太子妃死后啊 东宫就由侍妾云昭逊专权 这一下子独孤皇后愤怒了 这完全是在挑战 她这个皇后的价值观 而且挑战者 还是自己的大儿子 独孤皇后认为 杨勇和云昭逊合谋 害死了太子妃原氏 自此以后 独孤皇后就派人监视杨勇 专门观察杨勇的过错 你一旦戴着有色眼镜 去看一个人 肯定会发现他的很多缺点 慢慢地 独孤皇后就发现 自己这个大儿子啊 罪过越来越多 越来越让人难以接受 于是 她就开始给隋文帝杨坚 吹耳边风 鼓动杨坚 另选贤能 改立太子 隋文帝杨坚 虽然对独孤皇后的话 言听计从 但是改立太子 不是一件小事 第二 杨坚对杨勇 基本上还是肯定的 只是在心里 开始有了负面的印象 而且这个负面的印象的影响 啊 日渐扩大 持续发酵 杨勇这个皇位争夺战的领跑者 开始有危险了 这也暴露出了 玉立太子制度的缺点 那么 早遭地策立太子的做法 有哪些缺点呢 首先 玉立太子制度啊 对皇太子的成长不利 尤其是中国古代的皇太子 往往都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 就被策立为太子 他们是顶着皇太子的光环 接受教育 并且成长起来的 他们过早地失去了 正常的孩子 应该有的童年 少年和教育 失去了像正常人那样 塑造人生观 价值观的机会 年轻的皇子们啊 结果很可能是成为 娇奢淫义 妄自尊大 悟空一切的人 因为他们的周围 不是阿谀奋成 逢迎攀附的人 就是战战兢兢 只知道磕头的人 他们想要什么 这个世界 就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 所以 他们不会真切地感觉到 艰苦朴素 奋斗进取 孝老爱卿 这些字的意思 就比如 十来岁就被策立为太子的杨勇 他就不知道 物力为奸的含义 在以后的几集当中啊 我们还会发现 杨勇不知道的词还有很多 比如 以退为进 韬光养晦等等 玉立太子制度的第二大缺点 是让太子啊 早早的就成为了重视之地 增加了他成功继位的风险 太子制度 虽然明确了皇位的继承顺序 但是呢 也把第一继承人 早早地推到了 各派政治势力的跟前 在君主专政的政体下面啊 争夺皇位的斗争 永远不会停歇 俗话说 枪打出头鸟 黄太子就成为了各派政治势力 争相打击的那只出头鸟 这样反而不利于太子的顺利登基 杨永被策立为太子后啊 他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处在朝野成名的关注之下 杨永表现出来的忠厚大度 平易近人 大家可能觉得这是应该的 谁让他是太子呢 太子就应该表现出 优秀的品质和过人的地方 但是杨永的任何缺点 同时也被放大了 独孤皇后 为什么对杨永专宠云昭逊的事情 出离了愤 为什么派人监视杨永 还不是因为杨永是太子吗 任何人放在放大镜下 都会显示出很多缺点 所以说太子不好当 那么杨永能在这种局面下面 继续领跑到底 顺利继位吗 还有其他哪些人 把矛头对准杨永 想扳倒他这个太子呢 欢迎大家收看下一集的法律讲堂 谢谢大家 再见 作为嫡长子 杨永很早就被隋文帝阳间立为了太子 然而他却逐渐失去了隋文帝 和独孤皇后的赏识与信任 一直基于太子之位的杨广 抓住这个机会 开始了他的夺敌阴谋 那么杨广都施展了一些怎样的手段 在明天的节目里 将继续为您讲述 杨广作秀 讨浜寻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